刚一有型的面容 见人说的模特儿身材 再加上温柔绅士的作风 高一香一直以来就凭借行男魅力而充分无数 3月1日高一香则患上一身厨师装 显身上海为某开业活动助阵 现场他更是大秀厨艺 为大家精心捧制了一道汤品 哎呦真看不出来 高一香原来还是个美食达人 这专业的模样真心帅呆了呢 刚才哦其实百分之五十而已 因为刚刚没有很细心地做出 这个白食料这个部分 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美味更漂亮 因为我刚才听你这么讲 就感觉算是一个标准的吃货是吗 也算是吧 也算是吧 但是我觉得越来吃的就是 需要去健身房 对啊如果你越来吃然后不运动的话 肯定就是没有一个平衡 没有一个平衡 知道了吧 这就是我们大帅哥保持体型的最佳方法哦 美食可以享用 但健身更不能停 保持好的生活状态 才能够积极应对繁忙的拍摄工作嘛 由导演雷尼哈林指导王力宏 宋倩 高一香高盛远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 古剑奇谈之刘月昭明 在开拍之初就备受关注 如今刚刚杀青 不知道高一香拍完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拍完了拍完了 古剑奇谈之刘月昭明已经杀青了 那这部戏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花了几乎三个月的四个月的时间 三四个月在北京然后我们其实很辛苦 因为大家就是每天早上起 然后一直打了打到晚上收工再回去 然后隔天也是一样 早上起打了打了打了打到晚上又收工 那其实这部戏我真的挑战到很多武打的东西 因为因为很多嘛 很多人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替身 很多就是坏人要打来打去 然后也有很多剑啊很多这个东西一定会受伤到 不然就是可能体力会有点拉伤到 那可能做一些危险动作啊 可能那个钓那个威牙 其实这个动作都会难免会受伤到的 那其实我跟丽宏也是蛮辛苦的 我跟丽宏每天钓着威牙 然后这些舞打动作 其实我们都平时没有去适应过 对所以我们就是当场就是学习学一下 然后就马上去马上去表演这样 天天这么打打打也真是狠心疼两位哦 采访时高一乡也透露 他和王力宏就经常在剧组互相鼓励 给对方鼓励吧 对啊其实我们我们体力真的是为这部戏 必须去把它训练好 因为我们真的是少很多体力 亲您自拍时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这盖您满脸的痘痘 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皮肤顾问莉莉 她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她的QQ 微信 173-7711-272 173-7711-272 除了这个副业的东西之外 我接下来会有拍一个真语秀 这个真语秀也是蛮期待的 会去很多地方 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电影跟她谈这样子 你是一个旅行的真语秀吗 秘密啊秘密 秘密 反正会很好玩的 既然不能多说呢 粉丝们就直接期待好了 上海报道